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然后身体健康求财就会很有机会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忙碌的现代生活当中 能够借由所谓的居家风水来改善 或者是增加我们身体的健康 可不可以请所有老师帮我们陆续的介绍风水以及健康的关系 好的 健康是财富的根本 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 那你才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在我们八字里面有个说法叫做身强能纳财 也就是你身体健康 那你要赚钱就很容易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财为养命之本 也就是人除了要身体健康之外 那你必须要用一些财物 比如说食物等等来保养你的身体 那所以财也是养命之源 那老师刚才提到什么身强 那身弱的人怎么办 那身强又是什么意思 身强跟身弱它最主要是看我们八字里面的我们有所谓的四柱 那四柱就是你出生的年月日时 那日它就代表你本身 就是我们日的这个你出生的那一天的天干跟地支 天干就代表你 那就是这个五行到底强还是弱要怎么看呢 譬如说你是你出生的那一天是属火 然后刚好你是在夏天出生 那表示就很旺 因为夏天属火夏天非常热 那刚好就是来就是跟你这个这个本命这个这个火 那是相助的 所以它就是身强 对那如果说相反呢 如果你是属金 结果你在夏天出生 那这个火一旺那个金就溶掉了 所以这个就身弱 那身弱它就有需要有一些五行来补强 那如果像你刚才讲的身强的人能够纳财 那所以是不是现在我们有钱的人通常都是身强的人 它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的是身弱 可是它刚好大运 就是它的这个流年的运 一直都走到来这个补强 它的身体的这个五行 就是本身的五行 那也变得就本来是弱 结果变得强 也是有可能 所以身强跟身弱这个地方是看你刚才讲说 你出生的那个每一天 然后再去决定身强或身弱 可是一般来说是说身强的人能够纳财 那身弱的人就要再去看搭配什么了 对就是搭配 如果说它五行搭配的很好 那表示说你其实会有 就是会有一些辅助 那这样也是很好 那五行我们再说一说吧 什么是五行 好的 五行我们是木火土金水 那五行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以相生为 很多人就是以相生来形容它 它的这个吉凶 那相生就是你看 这个木头啊 那它就可以生火 那火烧一烧就会变成土了 那土里面就会有藏金 那金它就会生出水来 那金生水 我记得我以前在教这个 这个补挂的时候 曾经有这个学生要挑战我 他就说你这个五行相生我都懂 可是金会生出水来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他就这样 他怎么生你生给我看 那后来我就说 好 如果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产金矿的地方 它的雨水就变多 那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是金瓜石 那个地方有产金矿 那那个地方也比较多雨 还有瑞芳啊 是 所以金生水 你用这样子去回答学生的问题 是 他学生有满意吗 对 后来他就自己补一个挂 因为他那个挂 他觉得他解不出来 后来他就 他按照那个挂说急 他就结婚了 因为他那个对象的挂 就类似是这样子的 就是金生水这样子 所以他就可以相生 相生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是 那水会生什么 水就会生木 因为这个 对啊 那个木需要水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五行弱的人 他就需要用相生 比如说你 你本来是属金 你本命属金 结果你是在夏天生 那个火很旺啊 就不对了 对这个弱嘛 那生弱 他就需要有相生的来助你 比如说你 假设有个土啊 你看火生土 那土里面就长金 那这个就是变成 中间有个土 他就会助你 中间是指说 生成 比如说年月日的中间 有一个是 对对对 是土的话 对 或者是你刚好 你大运有走到土 然后他就本来你是身弱 可是因为有辅助 所以他就变强了 这个就叫做五行相生 就是说你八字 如果太强的人 他就不能生哦 为什么 太过跟不急都不好 就是说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平和 就是中和最好 就是这个不要太过强 也不要太过弱 因为太过强 他容易目中无人 那太强是怎么样的情况 来看他太强 太强就是我们刚才 譬如说我们讲说五行 他本身是属木 还属火 结果夏天生 那夏天也是属火 火又火 那种火就过旺了 那这个时候就不适合 再有木来生火 因为已经很旺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可以有 譬如说水来克火 稍微把它卸一点 不要那么强 或者是有这个土来卸火 稍微中和一下 还没有学这个风水之前 听到这个相克这个词 就觉得很可怕 好像就是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克有的时候 以这个八字命枉的人来讲 他反而是好 那这个克在这个风水里面 怎么去解释呢 八字里面怎么解释呢 在我们八字里面 他就是像我刚刚讲 如果说你太强 你必须要有克或者是蟹 克就是五行 比如说水来克火的 或者是火来生土 这个就是蟹 因为火稍稍会变土 然后他就是力量会 不会那么太过强 所以我们这个八字 譬如说我们生成年月日 一摊开来 你们会算的人 就可以算出来说 他是什么的相生 什么的相克 或者是什么对他有帮助 就直接看得出来了就对了 那所以身强的人 也不见得一定是 太强也不好就对了 太强不好 那你刚刚又提到 财为养命资源 那这种说法 养命跟这个求财之间 怎么要去平衡跟保握 财为养命资源是因为 就是你身体你要保养 你必须要有财物 那所以他这个财 不光是钱财的财 就是你要支养 譬如说你要支养 他都认为财 譬如说你必须要有钱 那你养生要有养生的食物 就是你吃的 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食衣住行 他都跟财有关 你必须要去财买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有房子 这个房子也是算是财的一种 所以财的范围非常的广 那也含这个所谓的不动产 动产是这样子来说吗 好那其实这个财为养命资源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是非常有兴趣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就留待下回 再请水老师来跟我们再解释的 再仔细的来解释这一句话 好吗 好的 好那今天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更谢谢水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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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